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高峰想了两天了,也没想明白 妻子吴曼丽为什么要跟她离婚 她把这段时间她做过的事情都捋了一遍 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天她加班到很晚 下班后回了一趟父母家 给妈送单位发的大闸谢 回到家时已经快晴一点了 吴曼丽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她就问了一句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 不睡美容觉了 吴曼丽就突然摔了电视的遥控器 冷声冷气的跟她说要离婚 高峰起初没在意 还把遥控器捡起来 坐到沙发上抱了抱吴曼丽 跟她说自己以后一定注意 再也不这么晚回来了 吴曼丽却推开了她 静字去卧室 把她的被子搬了出来说 从今天开始你睡客房 我们分居 直到半晚离婚 高峰才意识到吴曼丽是要来真的 为什么呢 高峰皱眉 我是加班 又不是干什么坏事 就算回来晚了 也全有可原吧 跟加班没关系 吴曼丽说 你这两天也想想 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想明白了 怎么好就好散 这要怎么想 莫名其妙就发了脾气 莫名其妙就要离婚 高峰郁门坏了 别人家闹离婚 要么为了钱 要么为了情 她高峰不管是钱还是情 都只用在吴曼丽身上 这怎么 也会被离婚 女人真是麻烦 她忍不住烦躁地想 不对呀 高峰突然醒悟过来 自己没有事 不代表吴曼丽没有事啊 难道她是看上了别人 所以才跟自己离婚 高峰的大脑快速运转起来 把吴曼丽的人际关系 迅速过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等 也就这么一瞬 高峰就抛弃了 吴曼丽会不忠的想法 她老解吴曼丽 自从嫁给她 吴曼丽一颗心都在家里 替她伺候瘫痪在床的父亲 照顾妈和妹妹 照顾孩子 照顾她 婚内出轨这件事 她不会干 那会是因为什么呢 高峰挠秃了头 都想不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 妹妹高霞打了电话 问妈妈的65岁生日宴 是摆在周五晚上 还是周末 这事你问我干嘛 问你嫂子不就行了 高峰当时正在处理工作 下意识地回答 等话出口 才意识到 吴曼丽正在跟自己 闹别扭 这生日宴的事 她不会没准备吧 我嫂子电话没打通 怎么 她没提前跟你商量呀 高霞的语气 有点那个劲了 像是在挑里 带着对吴曼丽的不尊重 高峰立马回怼她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这么多年都是你嫂子定地方 哪回没让妈满意了 被哥哥这样说 高霞有点不乐意了 他在电话里对高峰喊 你凶什么凶 我就是随口味去 问能不能问啊 他是主席还是总理啊 高峰一喊 高峰立马没了脾气 笑着说 谁凶你了 你瞅你自己说话那口气 是跟嫂子说话 该有的态度吗 我平时不都这样吗 也不知道你今天 是吃错什么药了 高峰嘟囔的 你赶紧去问问你媳妇 我跟陪生好请假 好好 我就问 高峰惹不起这个小姑奶奶 只好妥协 谁让她自小就疼爱这个妹妹呢 她说啥 只要她能做到 就一定会尽量满足她 放下电话 高峰想了想 没直接给吴曼丽打电话 而是发了个微信 她怕吴曼丽在气头上 不接她电话 媳妇啊 咱妈生日宴你咋安排的 末了还带了一个红红的小爱心 过了一会儿 吴曼丽给她甩了一个地址过来 高峰吸了一喜 老妈的生日宴 她都记得张罗 那和好的事儿就有门 还没等她做出反应 吴曼丽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订了周五晚上的房间 人少 吃饭安静 周六 还能在那里玩一天再回来 吴曼丽订的是一个郊区的住驾村 高峰听去过的同事说起过 好像挺贵的 不过这是给自家妈过生日 再贵 她也不能说啥 好好 媳妇 你订的地方一定好 高峰想凤城两去 好讨吴曼丽的欢心 可又不知道该说啥 只好给了干巴巴的这么一句 周五我的车限号 你争取早点下包 先去接异议 学校放月下 门口一定会堵车 吴曼丽的语气呢 听不出悲喜 好像跟平常一样 高峰拿捏不准 她有没有还在生她的气 所以呢 尽量 她很想让吴曼丽去接儿子 也还是答应了下来 想哄好她再说 高峰心想 吴曼丽说完停顿了一下 像是在等高峰说话 高峰连忙说 放心 我一定说道做道 虽然细时淡淡这样说 但到第二天 高峰还是被堵在了学校门口 并不是她没有提前请假 而是在请假出来之后 又拐弯 去接了高峡夫妻脸 幸好这俩夫妻呢 上班的地方 离得并不是太远 不然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能接上孩子 前面的车 驱离拐弯挤成了粥 高峡不满地抱怨 干啥非得让你来接异议 她就不能提前下班跑一趟 这回可好 独死在这儿了 还吃什么生日宴 到那儿都凌晨了 高峰苦笑着劝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了 也就半个小时就能通了 正巧吴曼丽的电话打进来 高峰接了电话就慌忙解释 我被堵在这里了 不过马上就能过去了 我已经让你提前往外走呢 你现在在哪呢 吴曼丽声音有点冷 高峰就有点着急 抬高声音说 还能在哪儿 学校门口啊 如果还没拐过来 你就直接掉头往郊外走吧 我已经接上了一椅 正打车呢 高峰心里顿时高兴起来 好嘞 我马上掉头 待会儿度假村见 他回头得意地对高峡说 看 还是你嫂子有名礼吧 高峡撇撇嘴不细地说 有什么搞高兴的 他早该那样 高峰不跟妹妹一般解释 掉头拐上另一条路后 跟妹夫周培生聊起股票金来 突然高峡惊叫一声说 哥 咱妈呢 妈怎么过来 高峰也反应过来 好像吴曼丽 没说接上老太太 他赶紧又给吴曼丽打电话 没打通 又给老太太打了一通电话 老太太说 下午吴曼丽就掉了车 把他先送到了度假村了 高峰紧张的心 才安稳下来 既感叹吴曼丽做事周全 又多少有点埋怨 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自己一声 哼 刚才也不知道是谁 得意忘形地跟我这显摆 高峡幸灾乐祸地挖苦高峰 被高峰狠狠地瞪了一眼 他们跟吴曼丽娘俩前后脚到了住假村 吴曼丽呢 在路上就已经跟厨房沟通好了饭菜 等大家放好行李 收拾一下 来到餐厅时 饭菜也开始陆续上了桌 一点都不耽误事 已经休息好的老太太兴致很高 跟儿女们一起喝了点小酒 吴曼丽劝她忧着点喝 毕竟她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老太太见儿媳妇扫兴 就不大高兴 说她就是看不了自己好 喝点酒也管 又问吴曼丽 她俩到底谁才是谁的婆婆 高峡也喝多了 跟老太太一起起哄说 今儿是妈生日 你能不一直绷着个脸吗 在座的没人欠你什么 你脸拉那么老长给谁看呢 吴曼丽气得脸色铁青 她看了看一旁 正在跟周培生说话 假装没听见几个女人聊天的高峰一眼 没再说话 起身离开了 高峰见吴曼丽要走 有心想留一留 可想起刚才那一幕 又不由得想 算了吧 她离开也好 省得又半岁 让人不安省 都说一个小姑子顶半个婆婆 高峡的战斗力 可比半个婆婆强太多了 她从小被宠着长大 理所当然觉得 吴曼丽这个嫂子也得宠着她 因此俩人没少闹矛盾 高峰有心 想着 多一事 还不如少一事呢 也就没去拦着吴曼丽 儿子一吃了饭 就回房间看电视了 没有吴曼丽在 高峰不敢多喝酒 她得照顾妈 只是没成想 高峡两口子也喝多了 高峰想劝 结果呢 还惹得高峡不满意 明天又不上班 喝点怕什么 这样一来 高峰就成了要伺候三个人 以前家里人聚会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一般都是吴曼丽负责上后 高峰也就这第二天 酒醒了 才知道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伺候过这种场面的高峰 有点手忙脚乱 她给吴曼丽打电话 也一直没人接 没办法 她只好拜托饭店服务员 给照看高峡两口子 她先把老太太送回去 来回跑了三趟 才算把人都弄回房间 等她料理好一切 想返回自己房间拿水 喝点的时候呢 她才发现 吴曼丽已经回来了 她侧身向里躺着 像是睡着了 吴曼丽闲事的样子 像是火星子 一下子就点染了 高峰憋了一晚上 不对 是憋了好几天的火气 你干嘛去了 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 你都不接 她走过去 使劲拉了一下 吴曼丽的肩膀 吴曼丽的脸露出来 上面全是泪水 她悠悠地看着高峰 呼吸中散出浓重的酒气 高峰一愣 她没想到 吴曼丽也跑去喝酒了 我也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不是也没接 吴曼丽懒地回答 又把头拽了过去 反正马上就要离婚了 还计较这些干什么 高峰的火窝在胸口 上不来下不去 吴曼丽都喝成这样的 她再说啥都没意义了 现在又被吴曼丽提起离婚这茬呢 高峰对谁有点心虚 不能喝就别喝 高峰把自己的水杯放下了 去找吴曼丽的水杯 找了半天没找到 只好用酒店的一次性水杯 给吴曼丽倒了点水 起来喝点水 她把纸杯递给吴曼丽 吴曼丽扫了纸杯一眼 没有接也没有说话 高峰以为她还在跟自己赌气 就把水杯放在床头棍上说 我还得去看看妈 她那么大岁数了 万一呕吐太危险 说得有点像陶一样 离开了房间 说白了她不愿意 面对吴曼丽的这种坏情绪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 以往她俩也吵架 但每次都是吴曼丽主动和好 所以高峰也没觉得和好这事这么难 可这回吴曼丽像吃了秤妥一样 还把离婚挂在嘴边上 让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值好多 第二天一早 高峰陪老太太还有高峰两口子 去餐厅吃早餐 老板跟她说 吴曼丽跟异议 已经吃过早饭去爬山了 她留下话 让他们上山找他们 也可以随意安排 有组织无纪律 自己先跑去玩 也不管别人 高峰觉得嘴嘟囔 行了你 也不看看都几点了 都跟你似的 来度假村 就知道在房间里睡懒觉 那还玩什么 老太太瞪了高峰一眼说 然后又问高峰 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 可爬不了山 你问问他 这里还有别的好玩的吗 这么点事跑去问吴曼丽 高峰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只好去跟餐厅的老板打听 最终他安排老太太去泡温泉 高峰也吵着去 高峰想让他陪着老太太 他好去找吴曼丽 结果高峰不愿意 说要跟周陪生去泡鸳鸯雨 高峰被妹妹的无所顾忌 弄了个大红脸 只好自己陪老太太去泡温泉 很快到中午 高峰一伙人从温泉区回来时 吴曼丽和易奕已经等在餐厅 易奕饿了 我们先吃了 我给你们点了餐 一会儿就好 我先回房间了 吴曼丽不紧不慢地说着 拉着易奕回了房间 弄得高峰等人面面相见 你的媳妇怎么回事 谁得罪她了 甩脸子给谁看 老太太先不乐意了 高峰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吴曼丽要跟自己离婚的事 一方面他怕老太太受不了 另一方面也怕他们闹起来 自己控制不了场面 会彻底让吴曼丽跟着撕破脸 再也和好不了了 他还想跟吴曼丽过呢 是爬山累的吧 你看易奕 腿都抬不起来了 高峰解释道 也是 易奕已经上初中了 个子都快超过他妈了 这会儿却把半个身子 都吊在了吴曼丽的身上 想必是累惨了 老太太又心疼起来说 哪有这么当妈的 让这么小的孩子 骑那么早 去爬那么高的山 妈我要饿死了 能进去吃饭了吗 高峡失去了耐心 他才不要管 吴曼丽和易奕累不累 他可是被周围生 折腾惨了 这会儿是又累又饿 恨不得赶紧吃了饭 好去床上休息 歪打正着 他给高峰解了围 不用再跟老太太圆谎 几个人赶紧进餐厅吃饭 吃完饭后 高峰不好再跟着老太太回屋 再跟着就露馅了 老太太那么精明 准能看出来 他跟吴曼丽之间有事了 对事不如小一事 这是高峰的人生哲理 不过还是得赶紧解决 跟吴曼丽之间的问题 光拖着是不行了 他边想边走进房间 却发现吴曼丽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你干嘛去 高峰两步上前 抓住行李 有话好好说嘛 能不能别闹了 吴曼丽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 然后撒开行李对高峰说 你回来得正好 赶紧通知你妈和你妹收拾行李 马上两点了 该退房了 退房 高峰后知后觉 看了看手表 已经下午一点五十了 不能晚会儿吗 他们还想着睡个午觉呢 吴曼丽似时早有预料 先不说老太太 他那个小姑子 就是个占便宜没够的人 不花自己的钱 就能玩个痛快 当然不愿意走 他们想睡也可以 你跟我回去 趁今天大家都有空 把离婚协议 拟好 下周一去办手续 高峰一听又急了 吴曼丽 离什么婚 我什么时候同意离婚了 过得好好的 你瞎折腾什么 也不怕逼别人笑话 笑话 吴曼丽仿佛听了一个 更好笑的笑话 忍不住冷笑 还用别人笑话吗 我自己不就是个笑话 你瞎说什么 谁拿你当笑话了 高峰皱眉 如今的吴曼丽 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前他端庄 大方 贤惠 的老人院 从没有说过 什么神经质的话 现在是怎么了 不会是撞邪了吧 高峰忍不住想 吴曼丽不再理他这个茬 只让他决定 走还是不走 反正他要走 高峰只好一个一个通知 意料之中的月圣赛道 高峰在电话里还骂了吴曼丽 高峰都没来得及捂住话筒 吴曼丽却像是没听见一样 沉默地站在门口 两点半 老太太和高峰两口子 踩漫吞吞地出现在前台 冷着脸叫了房卡后 老太太对吴曼丽说 你要是不愿意帮我过生日 就早点说 我可以让高峰给我安排 何必弄这一出 让大家都不痛快 他以为吴曼丽会吃憋 没想到吴曼丽却笑得很灿烂地说 你说的是 以后就让高峰帮着你们办吧 我实在是没资格 说完 他也不像以前那样 像个佣人一样 帮所有人拿行李 而是牵着儿子的手 拉着行李箱 悠闲自在地往停车场走 高峰去开车了 没看到这一幕 等着把车开过来 吴曼丽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又拉着儿子坐进车里 哥 我跟妈才不跟他坐一辆车 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态度 差点把妈的搞血压呀 给气出来了 高峰站在车外 大声地跟高峰告状 高峰呢 看着住在车里的吴曼丽母子 不用猜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曼丽 你看就一辆车 要不 高峰走过来 小声跟吴曼丽商量 他想让吴曼丽 稀释宁人 选择打车回家 他去送老太太和高峰 好让他们别再闹了 要不就让高峰两口子 打辆车回去吧 度假村门口呢 就有很多的出租车很方便 让你妈坐咱们的车 咱们送她回去 吴曼丽不等高峰说完 就先发制人 吴曼丽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哥 他才不会让我打车回去呢 高峰急了 蓝名带姓地 对吴曼丽 你也知道他是你哥 不是你爸 吴曼丽慢条思理地说 你都这么大人了 也该自理了 你哥是我丈夫 是易奕的爸爸 他的责任对象呢 该是我们 你 高峰没想到 这个向来逆来顺受的嫂子 今天竟然学回了反抗 这让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周培生见状 拉了拉他 笑着说 嫂子说得对 我俩去打车 妈就劳烦你来给他送回去吧 他可不想跟吴曼丽闹翻 他跟高峰可不一样 这么多年在吴曼丽面前 只高气扬外了 他一个外来户 能在市里找到不错的工作 全都靠走了吴曼丽的关系 他的老板 可是吴曼丽 多年合作的老客户 惹急了吴曼丽 保不齐 他就得丢工作 以往他就劝高峰收敛点 对吴曼丽好一点 高峰骂他软骨头 说吴曼丽给他介绍工作 是天经地义的 是他吴家欠高家的 他这辈子都还不完 周培生并不知道具体内情 只知道当年 吴曼丽的哥哥犯了事 是高峡做区长的父亲 给帮忙解决的 后来为了报恩 吴曼丽才嫁给了高峰 这点恩值得吴曼丽 忍气吞声地 在高峰待了十几年 周培生想不明白 也不敢问 老太太见吴曼丽这样做 说什么都不肯上高峰的车 要跟高峰两口子去打车 任凭高峰说啥也不行 回去的路上 高峰全程绷着脸 吴曼丽呢 却像是十分开心 竟然还跟儿子放的音乐 一起哼唱起来 这让高峰更加奇闷 曼丽 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你总得为儿子